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,我们从来都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,历代统治者都吸取总结了前朝的经验教训,还是避免不了改朝换代的命运。 商周王把主力军队拉出去开疆拓土,结果国都空虚,被周王偷了家,导致灭国。 周天子总结了商朝被灭的经验,实行封建亲戚一番贫周的分封制度, 把亲戚功臣分封到重要地区,让他们接管地盘,抵抗外敌,开疆拓土,而周王氏则集中优势兵力,守住大本营。 结果诸侯国做大做强,天下大乱,纷争不断,导致周天子困手异于,做了五百多年的吉祥物,最终轻松被灭。 秦始皇灭掉六国,统一天下后,吸取了商周灭亡的经验,果断废除分封制,委派留官管理地方,实行郡县制。 郡县制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,保障了皇权的至高无上,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,但是同样存在致命问题, 这些刘官没有归属感,没有与帝国同存亡的觉悟,忠诚度低,家国观念为零。 当大秦帝国崩塌,四处接干而起的时候,这些刘官纷纷选择投降或者叛变,因为改朝换代对于他们来说无所谓, 毕竟换了主子依然可以继续做官,结果刘邦带着几万兵马就轻松攻入咸阳,秦二世而亡。 刘邦建立西汉后,吸取了勤烈的教训,采取了分封制和进献制并行的制度, 他把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儿子,并定下非流行而亡,天下共激之的白马之盟。 毕竟自己的持戏亲属忠诚度高,就算他们造反成功,但天下还是依旧信留。 按照刘邦的设想,刘氏江山便可以千秋万代了,但他还是忽略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人性和野心。 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,地方各具势力与中央皇权矛盾不断,最终爆发七国之乱, 把国家搞得一团乱,导致边防松弛,匈奴轻扰不断,边境百姓苦不堪言。 七国之乱平定后,汉武帝认为要巩固皇权,还是俊县制比较靠谱,但前提是必须解决刘官的归属感问题。 于是,他对外先凭南越,扫西疑,然后就是暴打匈奴,把他们赶出漠北,赶到黑海北岸,树立民族自豪感。 对内,一方面实行推恩令,轩弱诸侯王势力,另一方面采取董仲书的霸楚百家,独尊儒术的建议,统一文化,强化刘官们忠君爱国的思想,让多民族统一的家国观念深入人心。 刘官的归属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解决了,然而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,那就是外戚势力过大,西汉野亡于外戚亡莽之首。 东汉建立后,吸取了前面历朝历代的教训,不信任诸侯,不倚仗外戚,不重用刘官,开始依赖宫中最不起眼的宦官。 他们觉得太监无后不会造反,然而当他们想不到的是,这群美卵的宦官也不是省油的灯,搞得朝局乌烟瘴气,混乱不堪,加速了东汉的灭亡。 后来的曹魏政权,以汉朝的灭亡为鉴,严格限制外戚与宗族的势力,不重用宦官,结果却被功臣司马懿夺取了胜利的果实。 而后的两进南北朝,他们不断地踩着前面各朝踩过的坑,变着花样的作死。 司马家也步了老刘家的后尘,弄出了八王之乱。 南北朝时期,五湖乱华,中原沦陷,各个少数民族开始效仿汉族,实施统治,最终被外戚扬奸取了胜利果实。 到了隋唐时期,士族门阀势力日益膨胀可以左右朝政,为了加强皇权,通过科举提拔寒门子弟来对抗士族势力,重用少数民族将领镇守边关,结果导致安史之乱爆发,产生翻阵割据局面,中断了大唐盛世,最终大唐也是葬送在寒门子弟主导的翻阵割据之手。 再次出现了五代十国的这种超级大乱世,宋代建立后,吸取了历朝历代灭亡的教训,先是采用强肝弱脂的方法,把主力军队和财富集中到首都,防止被偷驾,然后重视科举,提拔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文人,对抗士家大族,再次禁止后宫与太监干政,最后通过杯酒士兵权,瓦解功臣权力,采用众文义武的政策,防止地方武装造反,结果中央权力和皇权虽然得到了集中,却也造成宋朝武力产生, 不堪一击,最终亡于外族之首的结局,到了援朝,实行军政合一,放权给地方,又造成了藩镇割据,走了唐朝的老路,大明吸取了宋元的教训后,把重点放在防御外族入侵上,朱元璋先是定了亲王手边的国策,然后废除丞相制度,还寻机除掉功臣勋贵,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,结果禁难之一,让朱棣成了藩王造反成功第一人,朱棣继位后,还是把重心放在防止外族入侵上,除了五次亲征墨北外,千多元,不堪一 都北京并定下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设计的誓言,然而土木保之变后,大明又走上众文清武的老路,朝堂党争不断,结果明朝防止了外族入侵,却没有防住内乱,最终亡于农民起义军之首,清朝入关后,彻彻底底吸取了历朝历代的教训,解决外族入侵,镇压农民起义,皇帝大权独揽,却错在了闭关锁国,故不自封,慢慢的落后于世界潮流,西方崛起后,屡屡入侵,被迫割地赔款,签订 不平等条约,彻底丧失了独立主权,在内忧外患下,最终清朝跟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,一起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,清朝的灭亡也留给了后世一个重要的道理,落后就要挨打,无备当自强 从夏商开始,中国几千年的历史,就像一场智力接力赛,无论是分分合合,还是改朝换代,都在围绕着这一套皇权制度在玩,前面的王朝被干掉,新上来的,都会在之前的制度上吸取教训,并进行修修补补,避免重蹈覆辙 当然,每个时代都面临着新的问题,总结历史,可以吸取教训,但直面当下,随机应变,才是取胜的关键